對於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改組政府架構 即是由目前3C12局改為5C14局 行政長官真人權說公務員事務局 會在人手上盡量配合在法例草議方面 律政司會由附屬法例著手工作 如果梁先生要改組要落實他的政綱的話 雖然我還未掌握到更改的內容 但我仍然尊重梁先生的建議 但我當然不會適合我和我們主要官員長 這些建議內容和背後的理念作出任何評論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會在程序上全力配合 責任權又說和梁振英一星期至少會面一次 今早日剛剛和對方談我的電話 強調雙方交接工作完善 會面向市民不會辜負市民的期望 他和我同一個願望 都是為了我們的服務向面向香港市民 我一定要使交接的工作做得完善 這樣才能夠不會辜負市民對我們的期望 我們以前未曾做過這些交接的工作 今次是我們特區政府第一次這樣做 我也說過我會誠意專心專業 和我領導我團隊一起這樣做 責任權又回應 立法會昨天對不信任票動議辯論 他說立法會議員有權提出有關的動議 會虛心聆聽意見 希望在餘下任期全力做好工作 有質改之無質加免 立法會昨天以18票贊成 18票反對5票棄權 否決於公民黨陳淑莊提出的不信任動議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 我們都會去蒜莊提出 我們最近的新聞 我們會在深入的地方